欢迎来到学乎数学 数学游用 这一节我们就要为大家来探究脚锥体积公式 可以看到整理房体 它的体积其实是脚锥的六倍 在这一小节我们要做的 就是将这一半三角柱先切成这三块 利用脚锥工具将这三块标出来 一开始先进入到Geoffer的官网 点选这边 打开经典版 接着点选右方 减4叫出3D绘图区 再将这个绘图区把它藏起来 这边这样关起来 那这边切成移动 我们让这圆点先在这个左下角 再放大 再稍微放大 我们今天大概只要留这个0到1的范围就可以了 今天大概留这个0到1的范围 好那建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输入点 A点我们先输入成这个000 B点输入成100 接下来要建立正立方题呢 就从这边点一下 这里有个正立方题 选A再选B 这样就出现了 所以呢通过Cube指令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建好正立方题 我们可以改一下它颜色 切成移动 选一下这个正立方题 点一下 再点这边 切成这个黄色的 好这样子 接下来再关闭 好这样子呢 正立方题就完成 好那完成正立方题呢 我们就可以来签 签选这角锥跟角柱 我们先来 先把正立方题先切一半 先切个三角柱出来 好三角柱 这边可以点一下 好三角柱 这里有个角柱工具 B C D V 接着呢再往上拉 那这个角柱呢就出现了 好你这边可以改一下它颜色 好 例如改成这个 好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紫色的 好这样紫色的三角柱就完成 那今天的这个角柱呢 要切成三块呢 你一开始不可以乱点 点错的话 无法等分成三个一样的 好那要怎么点呢 我们先点一下 这个角柱 好 我们这三块 先以什么 先以D A B 回到D 绕成个底面 接着呢再往上涨 好那这时候呢 不能够长在这边 长在这边无法切成三块一样的 好要涨在右边 好这样点一下 那第一块呢就出现了 好可以看到呢 这个体积呢大概是六分之一 D A F 绕回D 好要先有个底面 接着呢再往上点一个点 好第二块呢也出现 接下来这里还要缺一个角落 我们把这个角落补起来 再点选角锥 好 E F 然后P 连回E 再连到这个点 现在呢就完成这三个角锥 好 那我们可以将这三块改一下颜色 可以将这三块改一下颜色 这个改成这个绿色 接着呢这个变成 这里这个是红色 好 这个是红色 然后上面这一块呢是这个蓝色 好 这块呢它有六条边 大家可以留一下它的边长 它有三边呢是1的 然后呢有两个 是这个面的对角线 是根号2 另外还有一条是正立方体的组对角线 是这个根号3 是三个1 两个根号 一个根号3 那其他呢这一块 对 这块呢 其实这块呢也是一样的 有三个1 两个根号 一个根号3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这三个呢是一个全等的 但现在挤在一起呢 不是很好看 下一节我们就通过一个数值滑杆 让这三个分离开 再见